中文字幕志愿者 游泳池是目前国际赛会的趋势 包括去年2016年的迪耶德内努 2015年的卡扇的世界锦标会都使用 这一次我们在2017年的台北市大营 那么是国内首度饮用 作为我们市大营游泳跟水与球的竞赛的餐馆 使用活动式游泳池的最大优点赛 第一个它经费可以大幅节省 第二个因为是活动游泳池 所以它的攻击也可以大幅缩短 那第三个就是赛会结束了之后 这个活动式游泳池可以拆卸 移装到别的地点重新做主力 可以作为其他国内相关的赛事 同时作为选手的赔议和训练的使用 Skypool是更快的设计 这个 conflict上比较之后 比较一 줘有效益 之后 是建设的到一些干四ten 让试多很多水 而不再有溫暖的溫暖 整个最后,架子的架子是比较好的 其他系统是由木属的石头 另外有个尤其是 所有建设在纶子的架子是接触的 主要是渔泳池 是我們國內首創新辦 所以我們特別重視它的施工品質 在阿斯特進關之前 所有的鋼板等相關的材料設備 必須要先做好能夠在場地的檢驗 所以在通關之前 我們就要求阿斯特要提供相關的檢驗報告 主張完成了之後 當然還是要經過國際漁泳協會 也就是FINA FINA的正式認證以後 才能作為國際四大印賽會場合使用 在整個賽會的重要期間 阿斯特廠商會派它的水質工程師 協助我們共同確保賽會的水質跟水溫 參加牛泳的選手數目 以及再加上水球的數目 我們蓋菇是在參與2017台北四大印 一萬兩千名選手裡面 僅次於田地效果 那體育大學它有一個優點就是 第一它的座位席次可以提供5200名的座位席次 第二個 體育大學它的體育館又特別靠近選手村 第三個 體育館又在市內 所以整個場館的評估我們特別慎重 通知證資料 在公開區政府的工夫 在市政府建立法也有很笨 我們通常都在公開區 其實我覺得我們在州 上升的優術 在這附近或土地區 這裹是很高興 我认为我们能够愉快的质量 我们会给予游戏的质量 世界大学运动会 素来有小奥运的支撑 我们这次从国外引进的 主要是游泳池 第一个 在某种程度而言 代表台湾在场馆的硬体建设 跟赛事管理的软体方面 我们都有能力 那么办好国际的赛会 尤其是主要是游泳池 那么这一次我们在办理过程当中 相关的硬体的技术 软体的技术 我们都会深耕移植到国内 作为国家耳后 办理更重要国际赛事的基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